康熙第一次见到孙子乾隆,为什么惊得放下了酒杯?他发现了什么?古语有言,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,这其中说的就是,若有志向的人要想有一番作为,那就必须得先做好吃苦的一切准备,寻常人理应如此,那就更别说古代的皇室后代们了。 皇室子孙为了能继承家业,听个你死我活的政绩,在背后要为之付出的努力,更是寻常人难以想象的,在中国的清朝,康熙是人人皆知的圣朝皇帝,这位威严长存的太上皇,向来让他的子孙后代充满敬畏,大家都非常渴望能得到他的指点与认可,有一人却非常幸运,这个人就是雍正的儿子,乾隆,相传,在康熙第一次见年幼的乾隆时, 便心头一惊,不仅放下了手上的酒杯细细打量,更是从此对这个孙子关注有加,而乾隆之后大有作为的一声,似乎也验证了康熙帝对其的判断,可谓是祖孙心有灵犀,康熙第一次见到乾隆,究竟看出了什么,又为何以此能成为暗示乾隆登基最大的伏笔呢? 欢迎收看剧谈室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在清朝的历史中,康熙不仅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,同时也是最多丰功伟绩的皇帝,提起这位深思远虑的皇帝,大家不可否认他的一生都充满了智慧与胆量,不仅在位期间一举除掉了威胁皇位的敖拜,并多次平定民族叛乱。 康熙八岁登基,十四岁便能亲政,还是一个处在贪玩年纪的孩子,就已经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克服万难,寻太后庇护之势,顺利将朝廷政务紧紧抓在自己手上。 康熙确实不简单,在此后长达六十年的执政生涯里,康熙一直奋勇告前地走在统治朝廷与平定叛乱的路上,其中就包括处理敖拜,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等等,满满一大落的丰功伟绩。 而要深究为什么康熙执政能有如此大的智慧与勇气,那便得说回他幼时的成长经历,在大多数皇室子孙还留恋于贪玩世界的时候,康熙三岁便学会听书念诗,在长辈眼里,这是一个有心听闻正事,并酷爱西方科学的皇子。 这样的康熙,知识储备自然不会少,除了良好的知识储备,悲惨的童年生活,其实也为康熙之冷暖明世里的性格奠定了基础。 作为清朝皇子,康熙出生便被迫与亲生母亲分离,后又为了避免得天花,只得孤身一人独处宫中,只让从小楚在复杂的皇室家庭关系中的康熙心智变得愈发成熟,康熙在自己的童年生活里, 早已练就了一身扛打的过硬本领,加上本就天资过人,又得以孝庄皇太后的严加边角,这一生便都落下了智慧的印子。 因此,康熙能在执政期间大有作为,最终成为千古一帝,便也不足为奇了,正因为康熙帝执政友方,多年来破例长存,便一直也没有让位的打算,直到一次花园散心,康熙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小孙子乾隆,一番考究下来, 康熙便不得不心生感慨,甚至放下了手中的酒杯,心中直叹,这可真是清除于蓝而胜于蓝,但康熙能在散心之时见到孙子乾隆,并不是偶然发生的,这是雍正的一番细心安排,作为一招皇帝,康熙的后代自惹不上。 如果每个人都要见一见,那恐怕康熙早已心力交瘁,而雍正也明白父亲的心思,于是只安排了自己最得意的儿子,弘历与康熙见面,却没想到正是这次引荐,让康熙帝第一次觉得可以让位了。 皇家后继有人,弘历之所以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爷爷,其实也归结于他爱读书的本性,在历史记载里,弘历十二岁便能通篇背诵长达五千多字的古文,能力的出众是毋庸置疑的,正因为乾隆自小有过人才能,才让雍正萌生了带着儿子见父亲的大胆想法。 而这次进见让康熙眼前一亮的,早已不止听闻的赞美,更来源于弘历进见时的过人表现,亲眼看到小弘历能一字不差的背诵长达几千字的文章,加上第一次见面便能有不卑不亢与落落大方的表现,康熙对这小孙子的能力,表示了极大的惊讶与藏不住的赞许,而乾隆便是当时的小弘历,虽然进见康熙时年纪尚浅,但天资聪颖的秉性, 以充分展现,如此惊人的才能在康熙眼里,像极了自己的小时候,更隐隐透露出了一丝帝王之相,从此之后,爷孙两的关系自然不再寻常。 培养之心一于言表,康熙皇帝在深思熟虑之后,开始了对弘历的隐秘培养,这种培养并非公开进行,而是通过一系列巧妙安排,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这位未来的继承人, 首先,康熙调整了弘历的教育方案,他亲自挑选了一批学士渊博,品德高尚的老师,负责弘历的日常教育,这些老师不仅精通精实子极,还有丰富的实际政务经验, 康熙的用意很明显,他希望弘历能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,也能接触到实际的政务知识, 有一次,康熙特意安排了一位退休的户部尚书来教导弘历,这位老臣不仅讲授了财政理论, 还带着弘历实地考察了京城周边的几个税收站,让他亲身体验了税收的具体流程, 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,让弘历对国家财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, 其次,康熙开始有意识地让弘历接触到更多的政务,虽然弘历年纪尚小, 但康熙却经常在处理政务时让他在旁观摩, 有时,康熙还会故意问弘历一些看似简单但实则涉及深刻政治智慧的问题, 借此考察和培养弘弘历的政治敏感度,有一次,当讨论到边疆民族问题时, 康熙突然问弘历,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少数民族? 红利思考片刻和回答,应该以德服人,让他们感受到朝廷的恩德, 自然而然的归顺我们,这个回答显示出了红利对民族政策的深刻理解, 也让康熙颇为满意,第三,康熙开始暗中安排一些特殊的考验, 以锻炼红利的应变能力和判断力,这些考验往往伪装成日常事物, 但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,例如,有一次康熙安排了一场小型宴会, 邀请了几位众臣及其此地参加,在宴会上, 康熙故意制造了几个棘手的场面,如两位大臣因意见不合而起争执, 或者有人不慎打翻了酒杯,康熙暗中观察红利的反应, 发现他不仅能够冷静应对,还能巧妙的化解尴尬, 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社交智慧, 第四,康熙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红利的军事才能, 虽然红利年纪尚小,但康熙却已经开始为他安排一些基础的军事训练, 他命令几位经验丰富的将领定期为红利讲解兵法, 教授基本的战术知识, 有一次,康熙甚至安排了一场小型的模拟战争演习, 让红利担任指挥官, 在这场演习中, 红利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, 他不仅能够快速理解复杂的战场形式, 还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角色, 这让康熙更加确信, 红利具备成为一个优秀军事统帅的前置, 第五, 康熙还特意安排红利接触各种艺术形式, 以培养他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, 他经常邀请著名的画家、书法家、音乐家来工种, 让红利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艺术大师, 有一次, 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来宫中献画, 康熙特意让红利在旁观摩, 并鼓励他提出自己的看法, 令人惊讶的是, 红利不仅能够欣赏画作的美感, 还能从中领悟到山水之间蕴含的治国之道, 这种将艺术与政治相结合的思维方式, 让康熙看到了红利超凡的悟性, 正是得到了康熙的赏识, 其实乾隆的登基之路似乎毫无阻碍, 一朝一夕的努力都没有白费, 在雍正短暂十三年的执政后, 红利顺利成章继承了皇位, 成为乾隆帝, 在乾隆执政的生涯中, 多少受康熙清明行政的影响, 效仿其做了许多利于朝政统治的大事, 乾隆不仅文才兼队, 还略懂武功战役, 不仅平定了蒙古和合着叛乱, 还力求发展商业和农业, 在康熙前期的统治奠基下, 乾隆的统治更是锦上添花, 乾隆执政朝向丰富, 不仅让国人生活变得富裕, 更多方位辅助商业与农业的共同发展, 最终使得清朝的经济步入巅峰时代, 达成康乾盛事, 对这爷孙两强强联手, 共同创造清朝经济巅峰的历史结局, 更是直到如今都令世人惊叛的, 不得不说, 康熙在看人的眼光上确实也是精准不已, 弘历继位后, 依然延续了康熙皇帝的宽人政策, 鼓励文化的繁荣, 促进各个领域的发展, 他兢兢业业, 深思熟虑, 使得大清国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, 人们纷纷赞与他为雍正皇帝, 称赞他是一位明智的君主, 也是一位杰出的领袖, 这个历史的篇章, 彰显着印针和弘历的智慧与胆识, 展示了一个家族的传承和国家的兴盛, 他们的努力和奋斗, 为大清王朝留下了辉煌的一夜, 弘历, 这位充满希望和才华的年轻人, 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, 成为了一代伟大的帝王, 为国家和人民谱写了不朽的传奇, 皇室子孙也许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, 也为有荣华富贵而满意自己的一生, 康熙与乾隆虽然贵为皇子, 最后成为皇帝, 但却好像从来没有机会享受寻常人的快乐, 也为身负重任, 皇室子孙一直要比我们见到的, 付出更多的努力与坚持, 乾隆为了能在康熙面前表现优异, 自幼便苦读诗书, 虽有天赋, 但也离不开他的心情懇读, 而康熙能成为千古一帝, 更是在不为人知的背后, 付出了难以形容的刻苦与努力, 就连一招皇帝尚能做到苦读成才, 那我们寻常人又为何做不到认真努力呢? 实在耐人寻味。